我們看一下 這個你在網頁上 我們看看這個生活好了 網頁上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個文字選起來 請問你會怎麼選 就給他這樣 有沒有很認真的選起來 但是你知道這個 對人來講是要很難的 因為手眼要協調 眼睛看到這裡 滑鼠要動到這裡 按下 然後你要叫你的食指按下去 哦 很麻煩耶 我都這樣 我都看著你有沒有 這樣有比較快一點嗎 一兩三 蛤 這個你不會嗎 可是你們握的會啊 你的office握的裡面你很會耶 為什麼不能延伸出來 為什麼你等一下 一二三有沒有 一二是什麼 一二就是一個詞嘛 對不對 點兩下就是一個詞啊 欸 那我問你一下 如果你要多段怎麼辦 有人說control 我們來看看 123 Ctrl 123 沒有 再換一個 哈哈哈哈 請問可以換哪一個 對嘛 shift可以齁 你看我按住shift喔 123 123 有沒有 你就看它是連續的 假設我在這邊對不對 123 123 好按出去的 點一下 有沒有 再沒有連續的 這樣有簡單啦 齁 所以你就把它 複製 那我上次呢 有人考我一題 差點被考倒 因為剛剛那個是 一般的文字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啊請問超年姊怎麼辦 超年姊你不用123 點一下他走了 哈哈哈哈 請問超年姊你做什麼複製 啊沒辦法了 就從這邊這樣 是嗎 你也不要這麼看不起他對不對 在 很靠近的地方 不要變成熟 123 很靠近他的地方 123 這樣可以嗎 這樣 要變比較聰明一點嗎 原來滑鼠也可以這樣 所以下次你就看著對方 進那個紗戶喔 你就不用管他了 反正你知道滑鼠對待的地方就好了 這樣 了解 還是各位現在都看到這裡 哈哈哈哈 趕快還給你啦齁 試看看 哈哈 所以 滑鼠 真的可以好用一點 就算我們沒有任何軟體 這個也很不錯啊 因為你在Office World裡面 其實 你只要滑鼠的游標 一到左手邊 是不是可以選起來 連續 連續 兩下是選一個詞 當然如果那個詞他不認識的 就是只有一個字 如果他認識的 就是會變一個詞 那 三下呢 就會整段都選起來 整個段落 標題也是 因為大部分標題都是一個段落